今天吃什麼? 阿King 和你想點它 我們的材料有 蒜蓉豆豉、黃鮮一條 薑、蒜頭、香菜、蔥、辣椒 和軟粒豆豉 首先我們就是洗乾淨的黃鮮 我用豆粉水洗乾淨 然後先爆料頭 用兩匙羹的油 加蒜頭 爆香 然後加薑 然後加薑 爆料頭 待會放進去蒸魚 那些魚蒸出來會更香 剛才我們有些 一粒粒的圓粒豆豉 現在我放進去 爆爆它 爆香之後 然後我們可以關火 放涼 好了 現在我們先攪拌 調味料 這個 我用一大匙羹的辣椒蒜蓉豆豉 就是罐裝的 豆豉是用的 如果你沒有這個豆豉 就可以用剛才的圓粒豆豉 壓碎它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豆豉都很鹹 我們就要加1斤半的糖 然後我會加3匙羹的米酒 加少許的豆粉 1匙羹的豆粉 我們就攪拌均勻 好 攪拌均勻 我們要洗乾淨的黃鮮 我們現在可以放進去 醃一醃 就這樣放進去 拌勻 好 拌好它之後 我們接著就可以加剛才爆好的 薑和蒜蓉 和軟粒的豆豉 我們還可以加些香菜 你喜歡加多一點 加少一點隨意 還有我們還可以加些蔥 醃它 醃它15分鐘到半個小時 我們就可以放進碟裡 拿去蒸 煮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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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火 將魚放進去蒸 看看魚大和少 我這個就差不多蒸到8分鐘 我們可以用筷子去刺一下魚 刺得穿 即是說魚已經熟了 就可以拿上來 加蔥就可以吃了 這個魚 真的非常野味 送飯一樓 好 想知道我下次煮點嗎 快點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和你的朋友分享 分享一下 timber 和阿咦 做朋友 製造型 海淮 發生 我們很常見 它們 我們很快 consum